尾站 尾站這個字眼很有感覺 這100都入了數碼港差不多11年 堅離地城站應該是2018年通車 好像類似的 每次有些嘉賓來數碼港做訪問 我們都教他們怎樣來D100 叫他們坐車到堅離地城尾站 接著轉小巴出口 在D100做尾站的意思是 究竟D100是否蔡蔡子的尾站 工作上 還是D100在香港的媒體來說 因為有些事情改變了 很快就去到尾站 11年應該還未到尾站 wellbeing 我們有些人可以說 在多久 我們在旁邊的房間 我們可以說 我們有些人可以說 我們在旁邊 我們可以說 在D1811年,在這裡生活了差不多11年 以前住在沙田 後來不是叫犧牲,是叫做投入工作 所以為了D1811搬來西區 這裡其實很特別,沒什麼大陸的遊客 頂擾他們去海培打卡 所以在這裡多數應該是街坊和香港人 這裡的殖民地感覺很重 這裡有很多古蹟 所以我早期走回去 從這裡走回去,數碼說大概走一個小時 為什麼要走呢? 主要是因為肥,不如走 所以要早點上班走回去 現在不如看看這裡有什麼殖民地色彩的東西 這裏我比較喜歡的地方 就是應該都是打卡的景點 這裏很有趣的 疫情那段時間來打卡的全部都是香港人 因為香港人不能出去 所以每次走過這裏見親都是香港人 然後疫情之後 這裏多數打卡的就是內地人 所以來這裡就要講普通話 所以後來我也不來 其實看這個圍牆是很有啟發性的 感覺就好像 那些榮樹你不給牠生 牠是肯有方法會生的 我想就是那一百其實就 由開台到現在從來都沒有舒服過 其實基本上 但是看到這牆牆又會覺得 其實都肯有生存的方法 只要政府不砍牠的話 牠還在 可能都沒有什麼人淋水 但是牠都生活了差不多過百年 所以我想就是 只要我們努力的話 那幅牆多高也好 就應該還有些生存空間可以繼續走下去 那應該這一百 暫時都是這樣 那這幅牆生存的靠什麼呢 樹又靠水 我們就靠自己有 另外一個好處 聖夜時間 這裡有很多旅 在十秒之後 大家應該會看到 有條女的 應該 是嗎 混音 contracts 就是尋求手 這個要對 說 一百 工作減牙方法 就是欣賞大志 你看到那些動物 包括了很多獅子 老褲 全部都很兇猛 男團為何誕生 其實是一種意念 那種意念是想告訴自己 我們是很團結的 一班全職員工可以做些甚麼 做些大家不懂的事 不懂的事是一份誠意 由零去練習 做到八十、九十分 於是將一些很爛的東西 很認真去銷售 就當成是男團那樣銷售 拍造型照 我還要親自操刀 出海報、簽名卡 拍跳舞片、credit card 就當成是韓國男團那樣做 坐下你哪有認識的 我以前是做過類似的 出來的感覺都不錯 都不是很脫皮脫骨 因為其實他們都是很認真的 有些人去減肥 有些人去練習 有些人去旅行也練習 出來的感覺應該都良好 希望到時候表演的時候 大家會有 大家可以興奮些 讓自己開心些 逐個說 其實普遍大家覺得 可能一般的那個是法蘭西 但原來事實不是 法蘭西是很認真去對待這次的事件 他原本是四肢不協調 好像癲癇發作、抽筋 跟著手腳腳古靈精怪 但他真的很勤力去練 還有在這次白人藍團那裡 除了教跳舞的老師Carmen之外 有些同事很快上手 變成了一個輔助導師 譬如Francis 他們每人教一些 每人教一些 例如Jack也會教他 Eric也會教他 所以法蘭西不是一個老鼠屎 但只不過外形比較搞笑 B仔 B仔是我們八個裏面最高的一個 他有運動底 我可能有點擔心他 因為他實在太害羞了 但他又很快上手 而且他跳起來都很自我 有時候好像一般跳 那樣感覺是不錯的 還有就是斯朗 他唯一一個最大的缺陷是什麼 因為這隻舞都有突顯 臀部的感覺 特別在跳的方面 大家多多留意一下 向上跳的時候 斯朗的臀部是很有動感的 接著說 柯斗 柯斗 其實 他去年都有跳的 拍子難不了他 因為他彈結他 這次其實把他放在八個一起 其實都希望 藉著這次的事件 他可以和其他同事 可以合作多些 因為這樣每個人有發揮他自己的所長 柯斗是比較獨行合一些 而且他人差 不過他的性格 他比較喜歡自己做事 這次八個人合在一起 希望他可以開多另一道門 就是和合作那一道門 接著當然是Eric Eric 其實就是在練習的時候 老師點名跳得好的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跳得好的 就是早期 就是科斗 另外就是Eric 因為Eric 原來想不到他是很認真去處理這件事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為了這次表演去減肥 好像減了二十多磅 上完課後他病了自己 在家裡 星期六天不斷苦練 所以他很快上手 所以他是另外一個 助教 好像教練的助教 即是教其他人 之類 接著就到Jack Jack 也是很有性格的一個人 其實他這次八人男團那裡 是看到他明顯有個變化 他開始可以和多些不同的同事去夾 有些同事就入了來 走了 接著又剩下他 接著他再跟其他同事去夾 但其實他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人 他是覺得對就對 覺得不對就不對 有好處有不好處 即是如果你錯判了一件事 你可能是誤會了的人 但他慢慢開始了去接納別人的意見 或者跟別人去夾 因為他本身是讀藝術的 你不知讀藝術那些 通常一天是混蛋 一天是天才 不過他應該是天才那邊的 所以他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人 所以看到他的信心 或者做節目都大了 接著就到通哥 通哥不用說了 他基本上已經很滑 所以他表演那一面難度 但他是不是可以好像韓團那樣呢 在錄影這天我仍然有點懷疑 因為他實在太忙了 還有他跟我年紀差不多 但他在肚子方面很重負擔 在肚子方面 所以他的手腳腳 還有關節那些 是比年輕人的差一點的 就是跟我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說八個入面 我最擔心的是我自己和阿通哥 但今次這個八人男團 應該是一個好的嘗試 其實就是想 究竟你做一件事 就是那個成本和效益的比較 那八人男團呢 最著手的一件事就是 全部都是全職同事 跟著合起來一起去做 跟著這個表演 合起來的時候 請的老師買的衣服 或者所有的訓練 是同事自己有得益的 至少他們學多了一件事 包括我自己 表演出來 自己也會覺得 你們很有誠意去練習 去做一件事 那件事他們是應該會認同的 在一個功利主義的角度來講 就是應該 令到自己有開心的得益 是多於不開心的 除非我們表演很差 所以是值得做 加上同事 在這次合的過程中 大家又可以了解多了 所以是好多於不好 所以是絕對抵造 值得做 必須做 我都54 老實說 不是開玩笑 我都要計劃一下 有沒有人可以接到我做 一些打閘的工作之類的 例如製作 搞騷 或者統籌 因為你做統籌的工作 有強勢 但你又不可以很獨裁 你又不可以兇散 你要跟別人合作 人家未必一定需要幫你 為什麼我要做 你又不可以一句 一句我解僱 一句我解僱 一百人不是這樣 大家都在談 我覺得 施朗可以 搭配我一些 搞製作的事情 但是他溝通 他還是要學習 他還未太有信心 但他的好處是 他肯不斷打石仔 就知道 如果你說做節目 阿Jack 阿Jack和阿科豆 暫時來說 希望再多些 其他同時 如果他去試 好的話 我們立刻投資 請人去接他原本做的事情 跟著他去做多些節目 因為其實D100不是一個YouTube Channel 那麼簡單 YouTube Channel 可能一個星期出兩三條片 我們在說每天做十八個中流直播 所以我們是當電台這樣做的 所以我們其實是需要多些節目 又需要多些主持 但是要控制成本 其實大部份入來的同事 年輕的那些 即是我請就好 或者不是我請就好 其實都是需要教的 要是其實 你要想一件事 你請一個人回來 其實主要做甚麼 就是幫公司和幫自己 如果請了一個人回來 他可以分擔了我的工作 那我可以做其他事情 所以一定要教 D100就更加 一定要穩定 不過幸好大部份 請進來的那些 全部都是好人來的 其實很簡單 有誰夠膽進去D100做的 就是2019年之後更加明顯 因為你其實進來D100做的人 他們都不會是因為錢的 他們又不是走投無路 他們又不是爛民 為何要進來D100做 是可以教他 但入來D100真的要組 基本上 因為不會是一個人做一件事 很簡單 譬如數 反西 反西我教過他 現在不用我怎麼教 因為我都不想太影響他 譬如他要做巴士節目 他又要推咪 他又要報新聞 他又要做上綱 他又要剪其他一些事情 所以是幕前幕後 他都有做到的 就是幕前的份量少些 因為他不是上到二、三線 其實個個都是 Jack都是的 甚至乎Eric都是的 Eric有時要開年輕的咪 當然少些 但是剪片、剪聲、拍片、Click card 或者宣傳 個個都是有很多東西 什麼是新的 所以入來D100 他們是預了要做這件事 還有他們都是 其實我沒有什麼教他們 其實最重要是教一件事 究竟D100是一個什麼機構 你進來D100給你什麼 而你又給你什麼D100 所以他們才會繼續肯捱下去 大群這個地方 是很有理念的人 會覺得認同才會進來這裡做 我唯一教他們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D100是一個什麼機構 你要抱著什麼心態做 你服務著的是自己有 既然訪問不如回答自己有事 有一個留言是這樣的 有一個留言可以讀出來給大家聽一下 他說這個自己有其實很好 以前我們在灣仔 有很多人在街上的聚會 他經常會拿東西來送給我們 有時是衣服 如果他有看這段影片 我記得你是誰 兩位美女 但在11週年的時候 他就發了一些短訊給通哥 我也想在這裏答一答他 他是這樣寫的 他說 你們 即D100 你們 即蔡蔡子和通哥 如果你們D100想吸收多些生客 又想保持自己有 但你們的質素有沒有留意 那是什麼質素呢 他說 那些自己有不會說 今年大會演表演不夠上年精彩 就不買票 他們都會支持 他說 我們在乎D100 還是不是初心不變 是初心不變 講真話行功二號聯文 除了鄭景雄博士 聽君一直說那個主持 經常掛在口邊 問心 你們有幾可會說 那當然 講這九個字會不會有事 就應該好像暫時還沒有 但沒有人告訴我們 究竟我們做什麼 或者不做什麼 就會安全 或者可能是不安全的 所以 我不是很同意 我們是 講真話行功二號聯文 還在心裏 好 他說 對於一班 在裏面的朋友 提都不提 出來的師叔 半句祝福都沒有 你覺得一班自己有樂意聽嗎 在裏面的朋友 其實我們 國平在聽君 一直說 他有聽審 說他都會有報 我們沒有什麼 逃避過這件事 我們都是盡可以做的 就做 但如果 如果 有個老伯 上獅子山 拿著兩首唐詩 都這樣 大學畢業 問一下 人家將來 做事 有什麼表態 拿了黑卡紙出來 都要接 所以 都幾難猜 難猜也要做 師叔 其實我們有跟他溝通 師叔 現在 誰跟他溝通 就在加拿大 我們有專人跟他溝通 大家想想 那個是誰 其實 我們 班自己有 年紀都不小 很多都 所以 年紀大 當然會出現身體的問題 甚至有些 可能 跟我們一起去旅行的自己有 在我們沒有什麼公佈的情況下 其實他都已經 去了天國 我們是把他的帳戶 是變成永久的 即他雖然已經 去了遙遠的地方 但是 我們通常知道的情況之下 就會將他的那些帳戶 是設定到很遠很遠 比2046更遠的一個時間 希望他在遙遠的地方 都可以聽我們 雖然這個想法很白癡 之前有個自己有 差不多在要搞首一周年大會 我收到他的短訊 蔡蔡子 我的身體已經好很多了 D100 現在 有一群年青人 努力付出 D100 是可以繼續做下去的 我們是會支持你們的 自己有和你們一起 共同進退 努力加油 十一周年活動見 所以 這些人真的很好 他做了電台差不多 30年 在D100 才有這份感情在這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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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addict 如果他交低了 衰在我的手上 或者我們六個人的手上 好像不太好 我不喜歡輸 我真的不太喜歡輸 但是現在不是你去練大隻些 或者粗多些就會不輸 現在這個遊戲是 你都不知道跑線在哪裏 你的感覺是你在跑 但是突然有人有機會告訴你你是出界 但是一出界就不是DQ那麼簡單 這次可能是沒有命的 所以只是做某一類很安全的節目自己又不喜歡 這個也不是我們的目標 如果繼續要做一些講真話的節目 又沒有人告訴你你什麼時候有機會出界 出界可能是懸崖的 哪條路對 哪條路不對 阿大也不可能在這麼遠的地方告訴我們 所以我們都是很小心地去做 但是又不可以什麼都不做 最後一條問題 你會不會打算退休 或者離開那些100 會不會退休 始終都要退休 不過應該還有五六年吧 不過到時下面那班已經成長了 他們已經很厲害了 我可以變成一個主持的身份吧 我可以試一下轉一下其他崗位 可能做多一些節目之類 那離開又應該 除非被迫 被迫就是可能突然之間 又有些什麼新法例出現 又或者突然間不知發生什麼事之類 那Touchwood希望不會 應該都是我人生最後一份工作 應該都是我人生最後一份工作 都多謝阿大拔了我過來 讓我餘生無憾 你想想想如果人生最後一份工作 是一份仆街的工作 那你怎麼跟自己交代呢 所以留在這100工作是光榮的 說到這都差不多了 如果要許個願的話 我希望離開那些自己人 可以回去找回D100 聽著D100的就繼續聽 沒聽的 希望他們有機會在YouTube聽到之後 就訂購我們 這條路是很難走的 我想在這裏多謝大班 大班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放棄過我們 想多謝D100 全職也好 Part time也好 的同事 還有主持 因為大家都很愛惜一個這麼脆弱的地方 我們會繼續堅持下去 不解釋了我們的自己 希望你們明白 說真話行公義好聯運這九個字 其實我們從頭到尾都還黏在大門口 也都黏在我們的心裏面 留在這裏做的 包括主持和同事 其實都是堅信這個信念 都是那句 不說不代表忘記 其實放在心裏面 可能才代表永恆 希望D100可以做久一點 亦都可以多些人參與我們 有早上一天 有早上一天 或者有一些 回不到來的主持 可能他們都可以回來 回不到來的原因 可能他們只是去了別的地方 好 希望我們有12、13、14、15周年 我暫時預計是還未退休 14周年我應該還在跳舞吧 再一次多謝自己休 差不多了 我要回去做節目 請問就請你 無論如何是我們 為何不可以做 做生意的事 或者是要做生意的事 我會不會做生意的事 可以做生意的事 感谢观看